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看《了凡四讯》第二篇 《改过之方》 我们从第二段看起 但改过者 第一要发耻心 思古之甚行 与我同为丈夫 彼何以不适可思 我何以一身挂劣 淡然陈琴 思心不易 为人不知 傲然无愧 将日轮与禽兽而不知之意 是之可修可持之 莫大于此 孟自愿 持之于人大意 以其得之则慎 舍之则情受而 此改过之药机 那么说到改过 廖凡先生提出了三点 第一个 就是修持心 所谓支持 净乎勇 这个勇是勇于改过自信 所以他在此地 第一句话说 但改过者 改过的方法 第一 要发羞耻性 人能够支持 他决定 不会 起一个妄想 动一个握力 应当常常想到 古时候的这些大圣大行 我们都同是人 佛在经典里面 也常常给我们说 我们跟祝佛如来 原来都是同样做凡夫 为什么他能够成佛 成菩萨 成圣 成行 我为什么不能 以这个标准 来观察 我们这个羞耻的心 就发出来了 所以他们 确实是 不时日可思 孔老父子 传到现在 2500多年 摄加摩尼弗 传到今天 将近3000年 为什么这个世界 不分国家 不分种族 甚至于不分宗教 流传到今天 这世界 这世界人 环游 许许多多人 尊敬他 接受他的教诲 向他学习 这叫大丈夫 他能做得到 我为什么做不到 人能常常有这个思维 必定能够 法分自强 接着说 这是我们自己毛病的 我何以一身瓦裂 瓦裂就像一个淘气 破碎了 一文不止 我们的病 在淡然沉寻 当然 是 过分的 快乐 然而是 人 世界人 当然在 气情 五欲当中 而不知道 这个情欲 不是真的 这个里面有乐 没错 圣人 也不反对 但是 你付出的代价 太大了 换一句话说 德不常使 这个代价之大 如果不适服 在经教里面 跟我们详细说出来 我们怎么想 都想不到 我们付出的代价 太大了 这个代价 就是六道 生死轮回 如果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 才知道 可怕 事出事件 没有比这一桩事情 更可怕 由此可怕 由此可止 圣人 在这个世经 也不能 离开 五欲六千 但是 对于秦渝 他淡薄 他的行为 和离 和法 所以离 离一定是有节度的 换一句话说 他不能过分 也不能不急 不急 是不和离 过分了 同样 也是不和离 所以离 讲节 节是节度 那么在 古圣先前教育里面 家庭 结婚 生死 夫妇 相尽如宾 他都是有节度的 绝对不是 纵情 当然 绝不是这样 跟现在社会 不一样 所以他家庭红 他家庭有秩序 这一句放在前面 用意非常之甚 把我们的 这个凡夫 并根 说出来了 凡夫 何以不能成圣 并根 就在这里 那么现在 我们讲到最粗浅的地方 人 欢喜 其情无欲的享受 但是 人 更爱惜自己的生命 到了 要舍的时候 大概 七情无欲 也可以能舍 不愿意舍自己的生命 而且还希望自己要长寿 这都是人之常情 你要使自己长寿 那你就要在生活 顾骨方面 你要懂得截止 古人说的话 没错 并从扣辱 祸从扣除 你要原力 在后 言语不能不谨慎 态度不能不谨慎 你要想身体健康 你的饮食起居 不能不谨慎 那么今天 许许多多人 习求健康 长寿 他不懂得这个道理 所以 中年以后 身体就衰弱了 不懂得 不懂得养生之道 我接触佛法 那个时候 我26岁 我接触半年 我明白了 这个素食的好处 对身体健康的好处 我就决心吃肠素了 我学佛半年 吃肠素 26岁 整整吃了50年 当时 我的一些长官 同学 朋友 都说我迷了 劝我不要这样做 年纪轻轻 学佛是可以 佛教很多事情 不能做 而我呢 告诉他们 我知道佛教太晚了 古时候 许许多多人 十几岁就明了 就接触了 我到26岁才听到 太迟了 可是到了晚年了 五六十岁的时候 这些朋友们看到我呢 从前那个态度完全改变了 见到我都说 你的路走对了 现在再过二十几年 看到我呢 一股股都羡慕我 同一个羡慕 羡慕我的相貌改变了 我的体质改变了 我今年75岁 我没有生过病 我身体很健康 去年 澳洲政府给我永久居留 按照规定呢 要去做身体检查 检查完了之后 医生告诉我 他说 发生 你来检查是多余的 我说多余也要检查了 这是什么 这是在 学学修学佛法里面 得来的第一个好处 大家都能看得见 我今天的体力 大概跟三四十岁的人 还可以比赛 他问我的时候 你到底吃些什么东西 有什么营养品 我说 所有一开营养品 我地区一点都不占助 为什么呢 那个东西都有负作用 生活越简单越好 青菜豆腐 我喝喝水 这些饮料 我不喝 饮料里面 现在人家卫生 饮料并不卫生 里面有很多化学的东西在里头 年茶叶 茶 除非在这个应酬的场合 人家准备了茶水 我们对人尊敬 我们也喝茶 我自己呢 不喝茶 我自己喝水 吃的很少 决定不吃零食 我每一天读书的时间多 晚上大概读到十二点钟才睡眠 第二天差不多早晨六点多钟起来 没有事情 中午吃过午饭之后 休息一会儿 有事情可以不必休息 精神饱满 工作正常 那你能说 那你能说这个素食没有营养吗 我可以给你做证明 你看许许多多出家人 身体都很好 也吃得肥肥胖胖的 他没有吃肉 健康真正的因素 是心地清净 没有妄想 没有砸念 其次是饮食其居如法 有知识 有戒指 决定不沾染五欲六尘 你的心才会清净 一定要放下明文力 放下贪嗔之满 心地清净 这是健康的真因 一切随云而不攀云 这个是健康的外云 有真因 有外云 健康的果报自然就先前路 所以 当然 陈情啊 这个陈就是五欲六尘 五欲是财色明识睡 六尘是色身香味出发 这个东西一定要有戒指 如果没有戒指 重情放逸 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你一定把你的身体糟蹋掉了 死心不易 不易就是不应该做的 无论是对人 对死 对我 一定要想到 我硬不应该做 说话 要想到 这个话 我硬不应该说 真正 讲求修养的人 他懂得 他很谨慎 死心不易 为人不知 以为别人不知 错了 古人说的话 若与人不知 除非寂寞为 隐藏在密 终有败露的一天 哪有会人不知的事情 傲然无愧 傲是傲慢 无愧是 没有惭愧性 这个惨 就是 良心的自卑 愧是舆论的制裁 外面人来批评你 你不在乎 无愧就是不在乎 我们今天讲 脸皮厚 这样的行为 将日能与秦寿 而不自知 这一句话 我们要 我们要细心去观察 秦寿是三卧道 他的意思 你必定 你自己还不觉察 佛在经上 唱书 人身难得了 佛法难闻 我们人 失掉 人身 来生 再得人身 这个比例 很小啊 大部分的人 都不能够 得人身 得人身的条件 是什么呢 不仅是佛法 中国古圣先贤 都跟我们说过 就像佛经里面讲的 无界是善 儒家讲的是 能尝道德 无能是义 你都能够做得 没有欠缺 来生 一定得人身 我们这一生 能得人身 是过去生中 我们的无界是善 修得还不错啊 这一生 得的这个果报 但是这一生当中 我们可 有没有再去做呢 那就要问自己了 世间可修可持 这莫大乎此啊 这个意思就是说 那些圣仙人 原本跟我是一样的 他们今天做圣 做邪 做菩萨 做佛 升天了 而我们今天思想 见解 言行 都不善了 我们的前途将来是 莫鬼地狱出生 果报相差 循环境 太大了 我们看他们呢 那真是可修可耻 有人问我发誓 你为什么学佛 我的大佛很简单 学佛就是学圣人 学做一个明白人 学做一个明白人 唯有明白 才能把自己境界向上提升 先前过祝福福菩萨的生活 将来 多替社会 多替社会众生做一些好事 现在人讲的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服务 为众生服务 这身体是个工具 那么在了凡思讯里面来讲呢 就是 改过修善 积功累得 为大众做个榜样 做榜样不能没有工具 那这就是个好工具 而与自己呢 毫不相关 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 孟子运 持莫持之于人大义 以其得之在身邪 是指在秦首 此改过之药即 所以儒家讲 持持净乎药 你要能够得到呢 那你就能够乘胜乘邪 你要是设定要不支持 那你就会联络到 前兽 不归地 所以支持 是改过重要的一个绝窍 我们不能不注意 有一年 我在美国 在休斯顿 讲经的时候 遇到一位同修 在那一边呢 学校里面担任教授 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就给我谈到这个问题 今天的社会 动乱不安 要从什么地方 来帮助大众回头 他想到一个问题 就提到支持 这两个字 现在人之所以 感造为 带来社会的动乱不安 追究其根本的因素 就是不支持 所以今天 必须要提倡支持 我听了之后 我同意他的说法 所以他那个时候 就想出来 他说我们组成一个 支持学识 我说很好 你去拟定章城 我会响应 以后我离开了美国 这个事情 大概也就淡漠下去了 所以任何一桩好事 一定要由热心的人士 去推动 能够在社会上 寻找这些 对于传统道德 伦理 还有概念的人 听到还能生欢喜心的人 把这些人激活起来 成立一个社团 我们自己认真努力修修 大力的来推动弘扬 是一桩好事情 这个教授我姓蔡 蔡居司 我们再看第二条 第二 要发威信 只为 直到威惧 才能够生沉浸之心 天地在上 贵神难期 无 虽过在尹蔽 而天地归神 时 见灵之 众子 降至 败羊 亲子 损起 幸福 无 何可以 不拘 威是怕了 可怕了 这个里面也含着有功尽的意思 所以威跟这个尽常常连起来用 敬威 过去 弟子 对于父母尊长 学生 对于老师 都有敬威之心 又敬爱 又害怕 如果没有威信 又不支持 诸位想想 他还有什么样的坏事 做不出来呢 今天 这个社会 支持的人少了 敬威的人也少了 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在没有好好的教导啊 人不是圣贤 而不是佛菩萨再来的 所以 教育比什么都重要了 懂得这个道理 懂得这个方法 确实是中国的古生现现 你看在礼记 学记里面 我们读到 建国军民 教学 威胁 再看看中国的历史 自古以来 一个政权的建立 一个朝代的形成 不出五年 国家一定是治理作用 教化 人民 这一颗 工作 就完成了 所以 改朝换代的乱世 时间很短 很快就恢复 秩序了 唯独 在我们这一代 这一代的人 很可怜 很苦 满清 灭亡之后 一直到今天 离乐 都没有制作 离乐 没有颁布 这个时代 将来在历史上 就成为乱世 这是在中国历史上 动乱时间最长的 一个时期 人民的生活 人与人之间的往来 无所适从 过去 我在台湾 有人问我 在台湾 一般 民间 父母过世 儿女穿的校服 丧礼 有人 还皮麻戴笑 有人 穿黑色的 中山庄 这同学们看来 问我 他是这个 合不合理 我说 中华民国 建国到今天 没有颁布 理由 他皮麻戴笑 他是用清朝的理 他穿个褐色的衣服 是用外国人的理 我点点 都可以 因为你过家没有理了 那人家用什么 都能行得通 没有理了 跟过去不一样 过去帝王时代 这个礼物是非常重视 穿衣服 不能随便穿 你是什么身份 穿什么样的服装 私农工商 都有分别 人家一看到 知道你是从事 哪一个行业 你在社会上 是什么样的地位 这个下地位 比你低的 对你一点尊重 便于行李 现在没有了 现在你看看台湾 总统跟老百姓 都穿中山装 在一块不能分别 没有理了 天下打乱了 就是直序没有了 社会直序没有了 这在从前是绝对不能行的 但是我们身在这个时代 我们想往古事后 那种社会 但是我们也不能忽略 现代的现实 虽然别人不讲了 我们心里头要明白 天地归神 有没有呢 肯定是有的 有在哪里呢 我们眼睛看不到 耳朵听不到 身体接触不到 不能说 我们接触不到 它就不存在 接触不到的东西 太多太多了 不可以说它不存在 何款 鬼神的 这些感应 不但在中国历史上 记载的很多很多 就是在现代 我们也常常在资讯 报章杂志里面 看到一些报道 那些报道 当然都是事实 可是依然有许多人不相信 这个也难怪 如果说不是亲自经历的 别人讲的都不相信 那到哪一天 你有这个父分 你有这个缘分 这个鬼神被你见到了 那你才相信 我初学佛的时候 20岁 朱金周老居思 这是对我非常爱护的 一位长者 他的故事 很多 都是他亲身经历的 常常讲给我听 我们也很喜欢听故事 因为这个故事 他亲身经历 真的 不是假的 他不是编故事 来骗我们 我们问他老人家 学佛的音乐 因为他是学财经的 在抗战期间 他是四川西康的税务局长 管财税务局长 抗战胜利之后 他是浙江人 他做浙江的浙江省财政厅长 抗战之前 他曾经在苏州 做过一个银行的总经理 我问 向他请教 学佛的姻缘 他告诉我 他说 学佛姻缘呢 是在抗战期间 他住在重庆 他有一天晚上 跟几个朋友打麻将 这长事情 常常是晚 玩到差不多两点多钟 夜晚两点多钟 才散会 散会过人就回家了 那个时候 虽然他的地位那么高 依旧没有交通工具 回去还是走路 不像现在都有车了 那时候走路 而且路灯 很暗 这个现在人都很难体会 像我这个年龄的人 说起来了 你都能够知道 这个路灯呢 很远才有一个电线杆 而且路灯那个灯泡 大概是四十只光的 挂得很高 很远的距离 真的是若有 那么深夜回去之后 那么他走回去 要走很远 大概要走四五十分钟 才能够走到家 所以他在路上走呢 他前面有个人 也是那个时候 走的同一条路 在他前面 他也没注意到 那么他说走了 大概差不多将近半个小时 他豁然想到 看到前面是个女人 他就想到 一个女子单身 怎么会半夜 这个时候出来 他这一想啊 他说自己寒毛直说 仔细看看前面这个人呢 他有上身没有下身 这就吓呆了 这一惊吓了 前面这个人不见了 就没有了 他跟这个人在一起走 走了半个小时 绝对不是烟花了 他真的看到鬼了 从这一天起 他才真的相信佛 学佛之后 他对于那个鬼非常感激 如果不是亲自遇到的 他说他一生永远都不会相信 他的岳父是张太炎 这是在中国学术界很有地位的 他的岳父是个虔诚佛教徒 故事也很多 常常讲给他听 他听了半信半疑 一直到自己亲身遇到这个事情 他才相信 这个事情真有啊 他的故事很多啊 如果我要讲 他花好几个小时 非常有趣味 决定不是希望的 那么我自己 虽然这一生没有见过鬼 可是我曾经真正遇到过 像聊斋小说里的讲的 狐狸精 那个时候大概是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 我确确实实遇到过狐狸精啊 所以我相信那是真的 不是假的 我遇到的 我遇到的这个狐狸精呢 已经变成人形了 但是是男的 不是女的 很多人见过 在湖南 在湖南横山 抗战胜利之后 我回到家乡 我家乡一个亲戚 遇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家乡呢 出米 所以收的这个稻米啊 都运到五湖南京呢 到那边去卖 我这个亲戚 他有一船 是用那个麻布袋都包好了 装在这个帆船上 那么在装船的时候 看到有一只黄鼠狼 从跳板里面 进到这个船上去了 船上工人呢 于是就找 找了很久都找不到 找不到 大家以为是眼睛看花了 就算了 这一船迷运到南京 运到南京之后啊 在下货的时候 忽然之间 这个麻布包里头的迷 运力都没有了 一船的迷不见了 大家晓得 这黄鼠狼作怪 看到那个东西是真的 不是假的 一船迷没有了 所以在南京逗留几天 那只好回家 回家之后啊 他的迷在他的迷藏里头 这个不知道是怎样 得罪黄鼠狼 黄鼠狼给他开个玩笑 没有损失 但是从一船迷 他怎么样把他搬回家去了 这是个真正的事实 所以 世界之大了 无其不有啊 不能说自己 没有亲自见到 就不相信啊 我们亲自见到的事情 太少了 那么这些事情 在香港也很多 在中国大陆是更多 在外国也很多 我遇到的人多 因为讲经听证多 常常他们将他自身 亲身遇到的事情 讲给我听 所以 天地归神难期啊 我们欺骗人容易啊 欺骗天地归神 太难太难了 啊 说无虽过在隐微 我们的故事 非常隐秘 啊 非常威惜 人就查不到 但是天地归神 使劲领之 啊 这个劲 是镜子 就像镜子 照得清清楚楚 照到了 重则将至北洋 如果你造的物业重 你一定会遇到 异想不到的灾难 亲则顺其幸福 亲呢 你现前的佛报啊 这神了 你要是懂得这个道理 你要是了解 这个事实真相 怎么不害怕呢 再看下文 不为此也 不但如此啊 贤举之地 直视昭然 无遂言之甚密 闻之甚巧 而费干着陆 纵难自欺 被人须破 不止一文一 物得不灵灵 这前面讲 天地归神 看我们 看得清楚啊 那么这一段呢 这讲 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 我们现前居住的环境 所谓是 舍目所示 舍手所指 尤其是 尤其是现代都市 这个社会 人口稠迷啊 我们一举一动 都有许许多多人看到 我们隐藏的 我们隐藏的在密 文之身巧 文师 文师 你 这事的再巧妙 你得费干 找路 纵难自欺 这前面跟诸位说过 有学问 有道德的人 他一看 就清楚了 被人家看破 夜闻不止 想到这些地方 又怎么不害怕呢 零零是恐惧 害怕的样子 这就是 人 齐心动念 也语造作 要本着 良心 天良 要 畏惧 舆论的制裁 我们造善 不愿意别人知道 我们造的悟 我们希望人都知道 别人指责 我们的悟 就报了 这是好事情 他所指出来的 我真的有错 我要接受 我要悔改 他指出 他指出来的 我没有这个过失 那我也很欢喜 我被冤枉了 被冤枉了 那是 消灾 消业障 最殊胜的方法 所以 不论别人 指责 指责 是不是 事实 我们都要存 感恩的心 古人 古人讲得好 有则改之 无则加明 这是别人 对我们的批评 特别是一种 恶意的批评 我有 赶紧改过自新 没有 我要更加勉励 决定 不犯 这样的过失 成就自己的德行 所以一个 真正懂得修养的人 真正懂得了 这个 断无修善 积功累得的人 跟一般人 确实不一样 而自己 念念当中 都想别人的好处 绝不把别人的不善 放在自己心里 那是 最不值得的事情 为什么呢 我们的心 纯善了 把别人的不善 放在自己心上 把自己的善心 破坏掉 你是这个多冤枉 那么我们看 社会上 这样的愚痴人 不在少数 别人赞叹我们 恭维我们 我们也要 冷静去思维 他恭维我的 赞叹我的 我有没有这个 使得 我是不是真的 做这个好事 纵然是真的有 我们要谦虚 我们格外要努力 如果他赞叹 是严过其事 我们要生惭愧心 一定要向他道歉 我没有这么多的好处 你说的太过分了 我自己应当努力 勉励自己 希望 不辜负你的赞叹 这样的修养自己 自己的德行 才能成就 国报上 凶灾才能够面出 善福才能够降临 这是一定的道理 我们要明了 要认真 努力的去修许 要由这个耻心 要认真努力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